最近中共出了一些招數 讓很多人有點擔心 為什麼呢?因為最近要搞那些什麼公銷社 那個做法很容易被人想起 特別是年紀大的人 還知道好像我那樣 還記得剛剛共產黨奪了權之後 要搞那些公私合營 那些年輕人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公私合營 但是共產黨是握著的 表面是說公私 即是國家 你是一個私人企業 我們搞一個大家合營 一半是你的 一半是我的 開始是這樣 但是人家那一半就越來越小 他自己那一半就越來越大 就像香港那樣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慢慢就變成一國1.5制 最後就變成一國一制 就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當時公私裡面也是這樣的 握了很多人 我那些親戚 我的親戚在大陸也有生意的 其中一個做了一個很大的紡織廠 那這個 他是這樣開始的時候 公私合營 開始他還以為都不錯啦 哎呀 如果是對國家好的 那就做啦 結果一做 什麼都沒有了 最後全部是國營 其實呢 如果我們看一看最近這七十多年來 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時候 是發生什麼事呢 先是將那些私營的企業一步一步國有化 開始說公私合營 最後就全部是國營 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已經全部是國營 沒有了私營的 因為大家要明白 我們以為 共產黨不是這麼遵循馬克思列寧子 其實他們是馬克思的信徒來的 馬克思一直是認為私有制是不好的 他認為很多社會上那些所謂不好的事情 人壓迫人 人剝削人 是因為有私有制的問題 私有制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 他們要清楚 所以其實呢 真正的原因就是他們要控制一切 所以我們大家要明白共產黨來的 一定要記住 他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政策 最後他要得到的 他的最終目標 就是他要控制一切 控制一切 他不會滿足於只是控制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人的一部分 他要控制所有的中國人 整個中國 最後全世界 要不然他不會滿足的 那些權力欲很大的人呢 你給他得到多一些權力 他還會更加要更多的權力 所以這個是他 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看法 就是 任何 任何政策最後都是為他們的權力服務的 為了達到這個 稱霸世界服務的 那你就明白他在一起了 所以 他握了那些開始 就是50年代 握了那些資本家 開始說公司入營 最後就全部國營 好了 那60年代 70年代 是搞國營 這段時間 中國的經濟是什麼 一塌糊塗 你50年代 你可以說情有可原 剛剛打完仗 是吧 那經濟差 不是奇怪啦 但是因為他是搞 騙了那些資本家 公司入面 最後就把那些財富全部搶了 叫做國有化 是吧 屬於國家 誰是國家 說他老實說 中國老百姓 當時都不知道誰是叫國家 國營 其實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是掌握所有權力的 他叫國家也好 叫政府也好 叫黨也好 除其都是黨 叫你去都是黨 黨控制一切 黨控制一切 你要知道經濟 但是你一抓死它的時候 經濟會下跌的 因為搞經濟需要一定的自由度 沒有自由是很難搞經濟的 所以60年代 70年代中國的經濟是一塌糊塗的 大家要知道 剛剛他們奪權了 1949年的時候 中國的GDP 全民生產總值 是等於全世界的生產總值的 百分之三左右 很慘啊 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是中國人 而他們開發出來的 創造出來的經濟財富 只是世界的百分之三 所以大家要明白 為什麼中國人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這麼慘 這麼窮 好了 他們共產黨 尤其是鄧小平 發覺這樣搞下去不行的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後 1976年 鄧小平1978年 重新掌權的時候 他都明白了 其實都不是他一個人的 其實共產黨就是這樣 他因為搞國營 搞中央集權 結果經濟一頭糊塗 經濟面臨全面崩潰 所以他就想起 沒辦法 是一定要經濟自由化 但是絕對不容許政治自由化 所以這是他的如意宣佩 所以搞經濟自由化 所謂改革開放 其實就是經濟自由化 因為他們明白 沒自由 根本不可能發生經濟 所以就給了很多中國人發展經濟的自由 而中國人作為一種民族的特性 是非常勤奮 非常的刻苦內勞 所以 還有做生意也都很精靈的 所以你給他們那個自由去做經濟的時候 經濟就起飛了 不過大家要知道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中國大陸的經濟飛得很快 很快 快過期了 不是的 中國的每人平均的GDP 平均的生產總值 是比台灣的中國人少了很多的 他們是三倍那麼大的 所以如果中國的體制好像台灣那樣 整個中國的經濟現在應該再大三倍 這樣就不得了了 絕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 總之 他們搞了二十年 三十年 就由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四十年 搞得四十年 搞到2012年 四十年的經濟自由化 中國經濟就起飛了 但是他又發覺 哎呀 不行 為什麼不行呢 因為初初他們想著 我們只是給中國人搞經濟的自由 絕對不讓他們搞政治的自由 但是呢 政治和經濟是很密切的關係的 當那些私營企業的人有了錢之後 自然也會有權的 好像馬雲 現在不行了 但是以前 好像馬雲 它益患富翁之後 都是一種權力來的 因為在中國大陸 權可以轉化成錢 錢財 這個錢也可以轉化為權 所以他就發覺 哇 這個容許一定的經濟自由化 會出現一個另外一種權力 他就發覺很多中國的富豪呢 都想影響社會的發展 甚至呢 敢出聲抗議一下 或者最少是講的東西 不是跟共產黨完全百分之一百一致 這樣就不行了 共產黨又不行了 那他就認為呢 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們容許私有制 因為你搞經濟自由啊 你不私有制 哪有自由呢 什麼都國家控制不可以搞的 所以現在呢 就要國進民退了 就不再給你那麼多自由了 要開始熟悉自由了 那它的做法呢 其實是很舊的做法來的 又是來這些什麼 公銷社 公私行營 這類東西 你看好像阿里巴巴 他擺得很清楚 強迫 幾年前 四年前就強迫 Jack Maung 這個馬雲 自己自願推出 把他的股份賣給其他共產黨相信的人 還有不讓他做CEO 等等 那不只是阿里巴巴 很多的 排著隊去整頓他們的 肯定是這樣的 因為共產黨不可以容許一個 可能挑戰我們的另一個權力中心 是絕對不肯的 所以他要搞這些 這是我的看法 那這件事就暫時講到這裡了